健康無價,每日一杯橫臘茶 喂,極速汽車在上水貿易廣場 開了一間運輸署指定驗車中心 環境舒適,還有得國名廠自身儀器 乘重量五噸升降台 安全可靠,信心保證 適合來上水貿易廣場 打2161-9711,極速預約 難道錯一次,就等於錯一輩子? 當然不是 財務達人的特快私人貸款 免查信貸紀錄,靈活誕生 即使你曾經破產,債務重組 壞象也申請得 港九新界都有分行 財務達人,你的貸款首選 貸款熱線2711-3288 放債人牌照號碼902-2015 絕不放棄,由香港綜合總樓中心 陪你走過礦鴨路 香港綜合總樓中心 醫務總監兼外科護民醫生潘東皮革 其實癌症是一個很普遍的疾病 每個人的一生之中平均 即八至十位 有一位就會有癌症 二四案 所以大家不應該採取腹鼻的疾病 其實亦有很多癌症可以預防 或者及到治療 所以認識多些癌症 是對自己每個人都有好處的 癌症並不是絕路 認識、理解、尋幫手 絕不放棄 在黑暗中尋找光明前路 逢星期一晚10點半到11點 醫生、護士、藥劑師、心理學家、營養師 和專業團隊一起尋找出路 絕不放棄 由香港綜合總樓中心 陪你走過礦鴨路 幸臨茶,Dr.Chim,阮子健,洪書宜 好,我再次示範 我繼續說說遊戲上 例如英國的利士特大學 都是在糖尿病研究中心 關於遊戲進行研究 始終始終有壞處 可能在年輕人的關節上 但對於可能有糖尿病的病人 例如英國很多人 都會有糖尿病的反應 另外還有年紀的問題 可能有點減少 又不肯動 其實都成為了一個國家問題 而且之前也做過一些調查 很厲害都是英國的調查出的 說人們不願意走的程度 可能是步行5分鐘 或者至15分鐘的路程 他們都不願意 都要開車去 可能街後街市多 都要開車出去 所以他在說這個遊戲 會令到他們沒有暴行的情況 可能會低於他們的風險 當然他在說一些指引 就是每個星期 如果能夠做到兩個半小時 就是那些 30分鐘中等強度運動 對糖尿病的控制已經有很大的幫助 這個我想對於很多玩遊戲的訓練員 限時的時間也有很多數字 所以我想對於同學 也會有很多控制上的幫助 不過也要肯走才行 是 另外也有個個案 應該叫個案 也挺有趣的 他說也是一個媽媽 他也在英國 是 他就說他之前因為他懷了雙胞胎 但是他已經接近50週 我先說一下 這個很誇張 雙胞胎通常 婚產胎醫生會叫你37週 就要拿他出來 因為如果兩個胎那麼大 對於那個媽媽的父母就很大 是 正常單一個胎 即是一個BB 你都是40週 那已經要拿出來了 41、42之後就大得很快 這就很難拿 那現在這個呢 堂住雙胞胎 然後還堂到50週 連他都不肯拿出來 都是怪怪的 是 他說他一直都不能拿出來 剛好就遇上這個遊戲的熱潮 他就想 別人玩得那麼高興 我又試試玩 是 他真的挺勇敢 本身那個肚子已經是很大 很大 對 很大 對,你都給我看過 我看一副照片多厲害 我的肚皮 真的放了幾個呱蕾 他就打算玩一下 結果他就說他玩了一、兩天後 總共走了大約5公里 他說突然間就有感覺 然後就感覺到 他去看醫生途中 出了洋水 真的生出了一對孖胎 他說這次就是玩這個遊戲 令到他可以成功地生出這對這麼可愛的寶寶 對,這也是一些界外的效應 令到他可以生出… 這是他自己說的 他就說把功能給他 給他那個遊戲 我都是喜出望外的 但當我問他會不會把這些寶寶的名字 用了這個遊戲的名字 他就說這次就未必會了 但遲些如果他養一些寶寶 可能都會用到裡面的名字 那也很難免 是不是 很難把他那個小狗仔的名字 完全改了一張 是買了一張有放電的燒怪獸 對,所以這一個 不知道是否真的實際上有這樣的幫助 但其實網上也有些人說 他們有嘗試這樣做 但其實實際上 研究上 就未有一些明確的指引說 是,就是幫到寶寶 是 就是一個挺有趣的一個方案 不過現在我想 因為他參與的人口已經這麼大 我想很多醫療機構 其實是可以多些去關注 或者要找一些義工 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那你可能在一些聚集點裡面 就請他們做義工做一些血壓 做一些心條上面的良蕩 其實我想都得出很多 得意的數據出來 起碼在進行未來的一些科學的測試上 發現會不會都是一些新的幫助 因為其實在說現在都擔心 就是引類會不會被一個虛擬的世界裡面 去佔佔 但是現在既然是在一些虛擬和實境上 是可以兩樣東西互為影響的 我想都是一個未來的新的方向 對,但是剛才你所說的一些 幫助糖尿毒病人的研究 都是說因為這個人是令人… 即是都是間接而已 對,但都是超過了一個下限 但是有沒有說有一個上限 其實不應該說超過多少 軟迷的身體有海 其實也是一個值得去… 可能人們需要跟隨的一件事 因為不能無限地沉下去,上引下去 你知道這個遊戲本身 只不過是只要你做多一點運動 或者你肯走出界 你如果是行走運動 你一行走出界是不需要這個遊戲的 對 問題就是現在很多人 就是不願意行走出界做運動 對,或者起碼有一個叫第一步 下街的一個衝動和理由 如果不是,真的未必說 那麼有熱切的心態 就能走上街上 其實我現在經常聽到很多同事 就說AR或者VR AR是augmented reality AR是virtual reality 這些東西都不明白 virtual是一個虛擬的實境 實境 但是augmented reality中文是怎樣的 這個都在突然間考起我 我讓你經常聽到,你會知道 我已經用了AR和VR去形容了那件事 其實可能有些聽眾都未知 那virtual reality就是在電腦上模擬了一個真正的 虛擬的真實世界 但是那些人也是真實的 那些桌子和椅子都是真實的 不過是在電腦上模擬出來的 再加上一些新的鏡頭 把握和你眼睛一樣那麼近 但是augmented reality 你看到這個世界 除了有這些真實的東西之外 還有一些他同人物 是 有可能有些恐龍 古靈精怪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車片很小 即是甚麼都可以 Mental reality其實就不是一個真實的東西 那是真實再加上一些虛擬的東西 那兩樣東西加上 就會變成了一個新的 原來叫做擴張神經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樣擴張 因為有時擴張是會收縮的 所以在這個新的環境下 我想我們要找一個新的 一些對我們追求健康的新的方法 我想都是要 優待那些科學研究人員裏面 再加多點努力 但是有一個新的遊戲 正面看是可以向報告庫面看 那你控制一下自己家裡的小朋友 玩的那個時間 我們今晚下臨查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明晚同一時間繼續 拜拜 健康無價, 每天一杯恨藍茶 雷霆881, 以即時新聞 生活資訊 與港鐵接軌 會通地上地下 連繫社區關心你生活的每一程 喂, 曉晴 倫敦天氣變化這麼大 萬一感傷就快點吃補濟丸 晚上九點鐘 補濟丸, 家庭藥, 父母愛 雷霆881, 新聞報道 現在有網警應報道新聞 港鐵中期順利五十一億多港元 舊去年同期下跌三成七 每股派中期息兩毫半 港鐵解釋, 公司年初已公布過 今年將會暫停推出新物業發展項目作預售 令到物業發展部份價稅後利潤下跌九成, 去到兩億多元 物業總監鄧志輝說, 公司將會留意市況 配合觀塘延線和南港島線等鐵路價通修日期 預計在未來六至七個月, 推出物業項目作照標 包括何文田三和黃竹坑車廠上蓋 以及日出空城第十一期 夜錦上路上蓋項目完成法定程序之後, 亦都回照標 全部四個項目預計可以提供超過五千個單位 行政總裁林國拒絕說, 大中線工程二能多項挑戰 包括土瓜環的考古發展, 和灣仔工地移持交付等 行動西走廊和南北走廊目標員工日期 仍然分別是19年和21年, 預計造交會顯著上升 明年下半年會向政府提供 好, 這是禮拜三次, 只是禮拜五次 然後, 玩這次, 集會了 來, 各位, 都繼續, 把這次進出 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警告 英國政府若不批准中方有份投資的 殷克利降核電站項目, 可能損害中英關係 英國政府發表聲明回應, 說有關核電項目規模龐大 英國新政府進行詳細評估, 做法恰當 聲明有強調, 中英在全球經濟 以至國際事務等廣泛領域, 開展合作 英方會繼續尋求和中方保持穩固關係 現在在大陸多童, 在法律方的社會上 在西方各方面, 約五次公約 英國的客戶, 建設 因為民間有規模人 為了關核電站項目規模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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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